立法院本会期已经在上个礼拜 5月31号正式结束 一共审议通过了法律案88个案 包含本院优先法案28案 我要再次的感谢立法院苏家全院长 蔡其昌副院长 朝野各党团集委员们的辛劳 立法院将法案通过后 接下来就是行政院的工作 后续仍有许多的执行层面 用最简单清楚的方式 让民众知道 相关的申办程序也要力求简化 不可因为程序的还手 反而引来民怨 我们的来台旅游人数破1100万 尤其日韩的旅客也大幅成长 那过去是团客 现在散客也在增加 这其实都是看出全体国人的努力 主则的交通部在这方面也尽心尽力 我们都很肯定 政府要把孕育文化人才与创作的舞台建构好 台湾文化自然就会演出精彩 从价值创造产值 文化内容测经验设置条例已经施行 文测验的总监事名单我也已经核定 以国家队的概念为我国各界优秀的创作者 提供坚实的货盾与资源 让更多台湾的作品可以被世界看到 让文化内容产业得以成长茁壮 永续发展 继续冲继续拼 国家继续向前进